疫情期间,浙江省台办制定出台了服务台商台企的五项服务措施,涉及政策服务、法律服务、金融服务、项目服务、关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助力台企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 与此同时,一些浙江台企也在省台办的服务措施下提前复工,积极支持防疫工作。 杭州一口罩生产台资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于大年初五紧急重启生产线。 公司总经理纪维义表示,当地政府不仅为他们缓解了人员短缺问题,也在资金方面给予了知识渠道。 人员短缺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是有一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回来复工。 当地政府来说的话,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请了一些当地的一些村委民众来这边帮忙。 所以说,解决了一些我们的人力的部分,也就是慢慢地开始往上增加。 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也就差不多有一万个口罩左右的产量。 就是我们做的是很标准的一个N95级的嘛。 目前来说的话,是有这些,怎么讲,很多的银行对我们有提出这些支持度。 除了医疗防护用品,疫情期间,市场对于方便面等素食产品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 台资食品类企业华东区董事苏丽荣表示,作为园区内第一批复工的企业, 他们自初次复工以来,在政府帮扶下,将产能从20%不断提升至85%,尽力填补素食面的市场缺口。 我们新区,包括我们市台办,甚至省台办跟省商务厅的一个支持。 首批杆我们开出来,有这个应该有200多张的通行证。 这个又帮忙我们解决了物流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我们上游原物料的进来,跟成品的出去,那这样让我的这个上下游的供应链整个是串通起来的。 然后第二个方面,刚开始我们这个员工比较多,所以这管控起来是非常这个难的。 从开始一到七到最后这样精准的管控,这个开发区这边帮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再说麻烦! 现在我们下游了一步,只有2个月。 再说。 我们应该是能处理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上户端。 第二次,要游巨派不过来,感觉和肯定大厚抗承转的转发。 这次,要避免中的大面券会来的就是这首席。 现在这就要挺把内心可以。 此为了一步就有三遍大的量。